1. 将游戏图版打开 2. 每位玩家拿取一个伤害技术器 并将技术器设置在20的位置 若有5位玩家一同进行游戏 技术器将不复使用 可以把它的总部指示物 放在图板外围数字20的位置作为取代 3. 每位玩家拿取一组同颜色的军团板块 将总部挑出来 剩余板块面向下放在自己面前 作为抽牌库 这样子就完成游戏设置了 游戏目标 每位玩家的总部都有20点生命值 若被攻击将会耗损其生命 总部生命值归零时 代表这个军团被摧毁 玩家将退出游戏 你的目标就是击垮其他人 成为唯一的王者 或是在游戏结束末日降临时拥有最高的生命值 游戏流程 选择一位对军事最有兴趣的玩家作为起始玩家 由他开始将自己的总部放置于图板上 接着顺时针方向轮到第二位玩家放置 直到所有玩家都将总部放于图板上 军团板块的放置规则 在2到4人游戏中 只能放在白色粗边框范围内 已经有人放置板块的位置 不能再放 而玩家的总部可以相拎 只是这样子的方式可能会造成两败沮伤 回合动作 玩家的回合以下列方式进行 A.把军团板块补满三片 B.弃掉一片板块 C.部署或保留剩余板块 游戏将依照上述方式 依照顺时针进行 直到发动战争为止 范例 玩家一开始没有板块 因此抽取三张 让手中板块补满为三片 接着选择一片板块弃掉 最后剩下的两片板块 可以选择保留至下一回合 或是直接放置于图板上 他选择将两片板块都放在图板上 接下来轮到第二位玩家进行回合 一样将板块补满三片 弃掉一片 剩余的他选择一片部属于图板 一片保留 后续玩家以此类推 直到发动战争为止 发动战争 只要有玩家打出战斗板块 或图板范围内放满板块时 启动战争 依照敏捷度发动板块攻击 以下为板块介绍 由于末日浩劫有五种不同的种族 军队特性也不尽相同 为了避免一片太过冗长 以下只针对几种常用的板块标示介绍 其余部分可参照军团帮助表 军团帮助表右上方的数字 代表此板块的张数 军团板块总共分为两类 即时行动及单位板块 即时行动类的板块不需要部署在图板上 可以直接发动能力 使用后将此板块弃制 而单位板块必须部署在图板上 一般而言 部署上去后就不能再转向或者移动 接下来介绍板块 1.每个单位板块有一点的生命值 原则上只要遭受攻击 此板块就会阵亡 将阵亡的板块移除游戏 2.坚韧 标示为黄底盾牌 每一个黄底盾牌代表一点额外的生命值 若被攻击 放置一个伤害之事物 在此板块上进行标示 3.近战攻击 会有此三角形的板块 将对警铃的敌方单位进行近战攻击 一个三角形代表攻击一次 攻击方向及三角形的位置 依次角色为例 相邻于它正上方的敌方板块会遭受攻击 其余五个方向则不会 而这一个角色攻击的方向有三个 且每个方向都将进行两次攻击 4.远距攻击 会有长边三角形的板块进行远距攻击 攻击方式是攻击其直行方向的第一个敌人 无论距离远近 远距攻击不会击中几方单位 这是反映同一个军团的协调性 譬如此角色进行远距攻击 将掠过几方单位 攻击最靠近它的红色单位 而红色总部因为在更后面 不会遭受攻击 5.支援单位 此类百块不具攻击性 但是提供与它链接的几方军团相对应的支援 譬如黄色的一级军官 只要几方军队在三方向与它相邻 就有加一的近战攻击效果 6.移动 一般而言放置于图板的板块 无法移动或转向 有标示此符号的板块 在该玩家的回合可以移动或转向一次 移动即能移至相邻的空格 玩家可以选择在放置新板块后 才使用移动能力 7.护甲 护甲降低一点远程攻击的伤害 同样具有方向性 不能防止及时行动板块的攻击 8.网 网可以瘫痪相邻同方向的敌方单位 阻止它们攻击、移动、提供支援等 作用对象除了一般板块外 还包括敌方总部 将被瘫痪的单位 上方放置网指示物 必须要到网战室 阵王 该场战争结束后才能解除网的效果 9.战斗 战斗为及时性板块 使用后直接开启战争 依照敏捷度开始结算各板块的攻击行动 直到战争结束 10.敏捷度 板块上圆形黑底白字的数字 代表这个单位的敏捷度 战争发动时 会有场面上敏捷度最高的板块 率先发动攻击 此攻击为同时性 因此若有敏捷度相同的板块相邻 它们会一起攻击对方 若有板块阵亡 将它们移除游戏 接着再轮到第二高敏捷度的板块 发动攻击 依此类推 直到所有敏捷零的总部 发动攻击后 战争结束 扣除血量 若总部招受攻击 则依照被攻击的次数 转动伤害技术器 进行总部的血量扣除 若血量归零 则此玩家输掉游戏 剩余玩家继续如常进行回合 游戏结束 游戏将进行至只剩一位玩家在游戏中 或有玩家抽取它最后一张板块 每位玩家再进行最后一次回合 强制开启最后的末日决战 注意在最后的回合里 玩家不能使用战斗板块 末日决战 玩家进行最后一次战争 末日决战结束后 总部生命值最高的玩家 赢得游戏胜利 耳外模式 末日浩劫中文版 提供其他不同的游戏进行方式 有艺人模组 艺人队一队 团队比赛等 有兴趣的玩家 可以参阅说明书第13页 恭喜你会玩末日浩劫